哈喽大家好,很多车友问小黄原厂房车究竟对有哪些车型 今天小黄就带大家一次性看个够 这是一辆V90家常轴超高顶的纵床版布局的车型 2.07柴油发动机,6AT自动达 150升清水箱,70升昆水箱 KM1入车空调,尾巴斯特燃油入车加热器 现在看到的是同款布局同款车型,共计有5座 原厂房车可选配48V双发电机,以及阿达斯的选装包 不同于前面一辆前缘风,这辆车采用的是一个新都市的风格 这辆车同样有横床版布局,可翻看小黄往期视频 目前所看到的是一辆大通V80长轴高顶底盘打造的房车 此车值较6万相当优惠,装配有100升清水箱以及50升灰水箱 共计有5座,后横床布局,装配220千酸胶底电池,3000瓦逆变气 眼前所看到的是一辆大通V90的大额头C型房车 长宽高尺寸分别是5990 2420 3081 进入中门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整车共计有5座,车顶额头长,配备触屏电视,后部汇客区 车尾右侧上下铺,上铺可折叠,左侧卫生间,门外全身近 看到内部配备赛特福德合适抽脑马桶,整个内部防水处理,车顶双向换气扇 前部配备有小的储物空间,平时也可以作为衣柜来使用 前部上放储物空间,下放储柜区域,建磁楼洗手盆,微波楼一印俱全 进门右侧配备了150升容量的大冰箱 整车配备160升清水箱,110升灰水箱,7.2度拟电 现在咱们所看到的是一辆V90C型后拓展的房车 整车共计有6座,车尾横床可拓展 进门左侧是冰箱,能满足睡6人,坐6人的需求 映入眼帘的是一辆大通V80C型房车 车内共计有6座,共计有4张床,额头床,卡座平床 横床上下铺,再往前是一辆V80小额头C型房车 6座横床还配有一张箭洞吊床 小王之前也有相关介绍 这是一辆G20升紧房车,兼具露营与形,商务接待 通行代步,三重功能需求,利用于极高 接下来就是展规上最贵的一款 V90大额头双拓展房车 霸气的前脸,额头配备有防撞预警 侧面前部伸缩式柴油楼,车尾可拓展出70公分 中门电动伸缩踏步,欧式中门 同样配备有防纹沙门 车尾采用贯通式储物空间 前置后驱后双胎 参观的车友络绎不绝 车内共计有6座 前部有一个大冰箱,后部有4人会客区 好的,咱们下期视频再见